这回八阿哥坠马 事情牵扯到 吴阿哥和于飞娘娘 也有可能牵扯到 皇后娘娘 皇上交代让你我去查 咱们可得尽心哪 我去马场看看 这里 这里还有这里 上上下下 都要打扫得干干净的 一定得擦仔细喽 这谁管事啊 林大人 是奴才反尘 生了八阿哥那个畜生呢 拴在马房里了 没有旨意啊 不敢收拾他 你们几个 去看看那匹马 小顺子 来了 陪他们到马房里头瞅瞅 喳 马安和佩同 奴才把马安给卸了 就在这里 林大人 这就是那天 伤了八阿哥的那匹马的 马安子 你去吧 我家 姑娘 我疼 我好疼 儿子再忍忍 过些点就好了 主 药我好了 来儿子 把药喝了 这儿好苦 老娘 我不想喝了 好儿子 这是蓄骨的汤药 你只有喝了这个药才能好起来 微臣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皇后娘娘怎么来了 本宫给永璇熬了一些蓄骨的骨头汤 希望永璇能快快好起来 家贵妃娘娘 您这是做什么 没做什么 就是怕被人再害一次 您别冤枉皇后娘娘 不敢 臣妾母子还想多活几日 皇后娘娘都来了 怎么没见于妃啊 她儿子害了我的儿子 就想咱们躲一辈子呢 于妃在安华殿被永璇欺负 是欺负还是诅咒 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家贵妃 本宫知道你心疼孩子 所以格外包容你的言语 但是事情还未查明之前 你不准再污蔑旁人 皇后娘娘说什么 我听着就是了 只是永璇这儿 以后有皇上来看就够了 皇后娘娘不必再来 来儿子 把剩下的汤要喝了 咱们的病赶快好起来 省着让坏人见了高兴 这家贵妃 防您防得跟什么似的 又不是您让八阿哥坠马的 家贵妃忌惮勇齐 自然也就连带着忌惮本宫了 不过永璇也是可怜 她的腿上要想好拳了 胖也难 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查得如何 慎刑司把能用的刑罚 都用上了 确实吐不出什么来 想来是伺候的安达不够用心 没有照顾好八阿哥 至于如何责罚 还请皇上和皇后娘娘示下 你们就去仔细查清楚 回禀皇上 是 是 林大人 借一步说 是 请 李公公 有什么话您淡说无妨 听林大人方才的语气 可是在马房里有所发现 否则您断不会如此就下了结语 不买李公公啊 我在马鞍子里 发现了这个 拿马鞍子做文章 是啊 这个银针是藏在皮子底下的 人坐在马上久了 银针便会扎破皮子 扎到马背上 这马一吃了疼便发了性子 要是查起来 又查不到伤痕 所以 这件事做得非常隐蔽 八阿哥身为皇子 谁敢轻易抹害 林大人以为是 李公公以为是 我倒是猜不到是谁 我只是在想 这件事情跟五阿哥有关 五阿哥要洗不掉嫌疑的话 于主就会受牵连 到时候皇后娘娘 也会惹她一身无水 是啊 李公公在皇上身边多年 思虑周觉 此事的想法 在下与李公公一样 这无论如何 不能将皇后娘娘 牵涉到此事里来 再说了 人生在世 难免会有一些 非来横祸不适 那是 皇上交代林大人车上 林大人查到是什么 那我查到的也是什么 绝对跟林大人一样 这皇恩好大 又何必再查下去 伤了圣上的心呢 就是了 再说了 家贵妃什么性子 没必要为了她 去得罪对咱们有不恩惠的人 这皇宫里的事 逃生不轻 越差麻烦越多 我看这事就这么着了 谁都无事 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坐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今天这事啊 给你添麻烦了 哪儿的话添什么麻烦 我知道你 从宫里捎带东西不容易 不过你得告诉我 你这大晚上 让我带着马鞍子来干吗呀 这东西留在宫里啊 它只会是个麻烦 麻烦 你可别当我傻 我偷这马鞍子出来的时候 可都听见了 这可是八个那匹马上的马鞍 是不是跟八个追马有关 小点事 兄弟 我可提醒你 皇上要让你查这个事 你可别瞒着什么 小心你自己营火烧身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不是 赵九霞 这么多年了 我才发现 你小子鬼心眼挺多呀 那傻子都知道 八个追马 那离得最近的五阿哥 那嫌疑是最大的 家贵妃的四阿哥 跟于飞的五阿哥争宠 那 那恩怨早就结下来了 那五阿哥遭嫌疑 那不就等同于于于飞 跟皇后娘娘都有嫌疑吗 皇后娘娘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我怎么能让皇后娘娘 陷入到这样的嫌疑里去呢 哪怕仅仅是流言 还有怀疑 都会伤及她在宫中的地位 就凭这些东西 他们想查也查不出来 总之一句话 我不想给皇后娘娘添麻烦 所以那你就想把这事 当成意外了 行 这意外都意外吧 反正这家贵妃缺毒 好多人都等着看她笑话呢 就算查下去 那也是伤了皇家的根本 不如不查就此收手 你看看你 我怎么觉得你 越来越懂得明哲保身了 怪不得你这 升官升得那么快 现在都成了皇上身边的红人 天气 你再瞧瞧我 我呀这辈子 就在这昆明宫里边瞎混吧 反正我心爱的姑娘 她都不正眼瞧我一样 你打住打住打住 久翘兄 听你这话的口气 还惦记着蓝翠姑娘呢 你这叫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顶绳 那蓝翠不喜欢我 没关系 我就想啊 远远的 能看着她 就挺好的 是啊 能看见她的安好 便是心爱所在 我只是希望 她永远没有伤心的时候 谁 你说谁 喝酒 来 干 来 菜来喽 听起来九乔兄弟是有心上人了 是哪家姑娘 要不要嫂子帮你找个没人去说说 嫂子 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这哪儿有我林大哥的福气啊 这带回来什么好东西啊 这都是一些我当差的东西 那我先帮你拿旁边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收就行了 我跟九乔兄有些话要说 酒菜也够了 要不然你去歇着吧 行 那你们慢慢吃啊 嫂子 你今天做的菜可真好吃啊 想吃再来啊 来 九乔 你在院子里等我一下 我马上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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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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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